嗨 大家好 我是晴宝 我是晴宝 大家看我们今天买了什么好玩的黏土DIY 和平常的黏土不一样哦 它是素形黏土 能捏成吗 对 可以 咱们打开看一下 可以做装饰的 是吧 做小挂链的 是那种 就是做那种 我跟你说我还是说不清楚 反正把咱们看一下 刚好做了两盒这个东西 我们看看都有啥 有两盒这个上色的颜料 还有两包莲子 所以刚好你和妹妹自己捏自己的好不好 然后呢这个是小工具 然后这个是小跨式的那个宽物式的 这个是亮甲油 然后是小垫子和调色盘 然后这个是磨 磨的磨砂 就是弄完以后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 就是不好 不那个在这边 不平准 对 可以打磨一下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给打开 把它平板给拿上来 我想照着 因为那个平板上那个可好看 我想照着平板上去 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我自己想象没有人家的皮色好看的 看 看 它是这种硬硬的 像泥巴 桃泥那种的是吧 对对对 桃泥 咱们给圈给它去 哎呀 这个屋里面好热呀 我们的小风扇不停的摇摆 嗯 这个屋好脏呀 摘一摘 不能浪费 应该不黏了 现在应该揉吧揉吧 揉吧揉吧 有没有玩泥巴的感觉 青宝 有 感觉像泥巴一样是不是 嗯 我们现在要开水做了 做啥造型呢 这个 爱心的 很好看 但是它是要一定的风干的时间的 这有风干吗 怎么感觉好难成型呢 是不是青宝 对 这次看着还不错 没有裂口是吧 嗯 对 把面 把面成这个样子了 让我看看姐姐做的 小心 姐姐做成圆形了 哪有 好 加油啊 妹妹现在开始做这个爱心上面的字母 姐姐的第一个字母做好了 姐姐的做的是扁的 然后妹妹做的是圆的 好 准备往上面弄 是不是青宝 对 正常让我看一下 可以 嗯 应该可以 姐姐的是弄成片片 然后切的 是不是 对 做的还是 然后做成这样的 也行 好 不要再压了 越压越扁了 你看人家多有立体感 嗯 你看妹妹的 这个太长了 切掉一些 我的已经做好了 我的也是 来 我们先看妹妹的 因为妹妹离的比较近 妹妹的做的是圆形的LX 然后姐姐她做的是这种的 有点像风扇的感觉 因为呢 这个肝的话也有好几天 所以我们上色就会晚一点 对 后期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出一期上色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